公屋屯 看扭屯 今次我們來到屯門的租治屋邨 梁景邨 我是公屋聯會的側位 賴家文 Apple 今天聯同我的拍檔 陳遷恆 阿遷 和大家一起看看梁景邨 阿遷在區內服務了一段時間 亦對區內環境各方面的資訊都非常熟悉 所以接下來我們將時間交給阿遷 和大家講解一下 好 交給我吧 梁景邨背脊就是菠蘿山 地點是屯門的西北 鄰近梁田村 新維園 寶田村 梁景邨是1988年入伙 2001年在租借計劃第四期出售 村內總共有8座 單位總數6,844個 出售率去到七成 現時還有2,000多個單位未賣 直至2020年6月 房住就收回21個單位 今年5月接受申請 到時應該有更多單位供應 梁景邨有8座 有5座是Y3營 2座是Y4營 1座是新長營 先講一下新長營的大廈 梁志樓屬於新長營大廈 樓高20層 2至16樓單位較多 有52伙 單位使用面積由32.4到34平方米 17至20樓單位面積比較大 使用面積有33至66.4平方米 梁偉樓、梁進樓、梁稅樓是Y3營大廈 有35層 因為有劏房設計 所以梁偉樓和梁稅樓一層有32伙 而梁進樓劏房較少 一層有28伙 劏房使用面積由13.9至24.5平方米 而一般標準單位使用面積由35.2至45.2平方米 梁華樓、梁延樓高35層屬於Y3營大廈 由於武劏房一層標準為24伙 單位使用面積由35.2至49.3平方米 Y3營大廈的特色是部分單位置有0.45平方米窗台 但並不計算入建築或使用面積之內 梁英樓、梁傑樓屬於Y4營大廈 樓高35層 一層18伙 4號面積由34.7至52.6平方米 屋邨裏提供商場和街市 多層停車場 籃球場 排球場 滾軸溜冰場 兒童遊樂場 和商場天台健身區 附近有西北游泳池 青田遊樂場 青田足球場 和良田體育館 如果有小朋友讀書 那附近有甚麼學校可以選擇? 梁景村是屬於小學第七十區的校網 村內的小學有寶良局方皇錦泉小學 香港雄萬治會屯門萬治小學 而中學就是新界第三網 那梁景村對外交通又是怎樣? 梁景村裏有輕鐵站 可以轉乘西鐵出荃灣和九龍 同時梁景村有巴士總站 可以直達葵方和旺角 亦有途徑巴士可以去到觀塘 紅磡灣仔、機場和深圳灣口岸 日間有專線小巴往返北區 夜晚有通宵的小巴往返旺角和尖沙咀 大家留意當你買了租置單位之後 每個月需要付管理費 每季地租和猜響 以最近出售一個梁景村的中營單位為例 不計要償還這個按揭 平均每個月的地租、猜響連管理費 一個月大概要千多元左右 有一樣資訊要和大家說一下 在梁景村、寶田村和屯門西北泳池附近 有一個屯門29區 有一幅約0.75公頃的土地 將會興建一座約40層的插針大廈 預計會在2023年落成 這座供應房屋發展項目 同時提供社區健康中心和安老院舍 大廈以一地多用形式興建 能夠增加醫療和安老服務 亦同時滿足公營房屋的需求 這可能是日後香港住屋發展的一個新模式 今次和大家看這個祝志公屋梁景村 就到這裏了 下次見 拜拜 壹 아닙了 臭金門 壹落 壹衛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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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杨栋梁